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是天狼氣清 跟大家來考察一下 Oasis之前分享過很多次樓盤的進度 重點是跟大家說 他們剛剛推出了最新的一座 之前未賣過的 就叫做Circle 其實它是Oasis這個項目 三座樓裡面最矮的一座 之前跟大家分享賣光的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West和East North就會在這個角落 它的特色是它很矮的 它不會去到摩天大廈那麼高 比較適合大家畏高 不想住到那麼密集的朋友 總共18層而已 每層的樓底是10層高 不是 水 每層的樓底是10呎 所以同樣的尺寸 但你會覺得開揚很多 風景或者景觀方面 大家也看到了 說說我現在身處在哪裡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Concord Grandwood 這個樓盤的第一期 已經建好四座高樓 都四五十層高的 這邊是向東邊 所以是東的兩座 是剛剛收樓的 這個位置上面那座 就是最高的 之前呢 上幾個星期 我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賣一個最高的 全場最高 54樓08的單位 就是一房單位向南的 正在這個方向 那時候就說過 要去到那麼高才不會被前面擋 那單位我們已經成功 很快賣出了 而且我們賣出的價錢 基本上是全場最高的 然後我們剛剛說回 這個位置就是第一期 剛剛好東這兩座 西那兩座 那個方向就已經是 Brandwood Time Center 那邊就會明顯有很多樓 由這個地址走過去 Amazing Brandwood Skytrain站和商場 大約是八至十分鐘 看你走得多快 然後呢 有個新的消息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這邊看過去 雖然有很多樓 很多樓中間 有條紅色的東西 叫Now Selling 它的後面呢 其實就有三座新樓 現在已經建好 差不多這幾個月 準備交樓了 叫做Gilmore Place 新的消息 就是它的樓下會開大統華 這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Brandwood這麼久以來 大家最困擾的 就是沒有一個 大型的中式超市 來來去去都是 whole food safe on food 買菜 每個月都要駕駛 那條路駕駛 那現在終於 雖然它不是立即開幕 但在Gilmore Place 坐一個站Skytrain 或者駕駛5至10分鐘 就可以買到中餐了 那就太好了 剛剛我們繼續說回樓盤 那後面這四座 第一期就已經隔了 北邊Skytrain 還有低音 低音 所以Oasis 其實是比較安靜的 內街的社區 你看到它的桌子很大 然後它會有三座建築 之前和大家一路分享的 West Tower East Tower 看回南邊 Metro Town 都會是比較前面 近黃色和倉庫的位置 它現在整個桌子都在滑 我們今天分享的 North Tower 即Circle 就會在這個位置 剛剛說了 景觀上 它被這麼多樓包圍著 肯定不會每個角度都開揚 因為它的塵高問題 它只有18層 也未必有很美的遠景 但大家如果想找相對開揚 不是樓望樓 可以近期去看實景 這個方向 是西邊 看回Brandwall Time Center Exactly North Tower 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選擇西邊的單位 看出去就是這樣 你不多會看到北座 北邊的這些 和Polikon的建築 就是這個方向 遠方有些City View 夜晚都挺漂亮的 另外向南 你基本上不少都會被東座西座遮 因為它們很高 向西邊 向東邊 就會是這個景 Exactly就是這樣 有一排的樹仔 遠一點有倉庫 再遠一點就是Hodham 所以向東 向西兩邊的實景 跟大家看了 都會幾開揚 另外整個project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和大家去修羅柱 順便可以提一提的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尺寸 在前方的黃色倉庫位 火車櫃之前 其實將來和其喜好 會變成一個綠化的公園 是很漂亮的 到時收樓不會是看著那些東西 好 Circle就埋在中間 對比隔離這些摩天大樓 它是一個比較有安全感和舒適感的建築 這個是機仔的擁櫃 我起初覺得很不同意 但想想又是 因為現在其實 投資客少了很多 大部分都是自住的朋友 亦多了很多準備低尺寸的 不是每個老人家 或者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極度密集式整個建築 有四五十層 再乘回每層十個單位 四五百人住在裡面 無論你是什麼打風 下雨 地震 火燭 都好像四十幾樓走下來就糟糕了 所以越來越多的朋友反映 有沒有一些低密度少少 但又是水泥樓 又是方便些 有Sky Train 其實之前沒有這些選擇 因為大部分Sky Train旁邊 附近肯定是High Rise 這座可謂獨特的點售 總共只有十八層樓高 遮住了 安全感 繼續 整個建築都只有十八層樓高 是水泥建築 因為不是很多樓層 所以每一層是十呎樓底 比起我們之前賣的West Trial East Trial有九呎樓底 每一層的層高更高 而且樓層低的話 其實你看出去 就會有泳池 也好沙灘景 也好 中間一個綠洲景 因為當初Oasis賣點 為什麼叫Oasis呢 因為Brandwood 預計了將來超級多 摩天大廈 大型屋苑 全部都凍凍的 他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效果出來 就是回到家 搭完Sky Train 感覺上像度假村 所以你剛剛看到的圖 效果圖 全部都是椰樹 讓你回家比較放鬆 很瘋狂的感覺 我們大概知道了 如果喜歡景觀的朋友 主要就是 要向東或西的兩房 其他那些空間 大家都不用我講 基本上都看到 已經是看著上一期 或者下一期 或者再下一期 景觀差一點 不過室內面積的性價比 會挺高 再加上Oasis 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有露台的玻璃幕牆 現在最新出來的設計 他們正在改善 跟之前我們看到的 一片片的玻璃是不同的 它們會是這隻上下拉的玻璃欄杆 就是本身下面那塊是fixed的 上面這一塊可以下來上去 但是上面有兩尺的gap 然後也會有暖氣 這個露台 叫做四季露台 大家可以用一下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會所 可謂我在Burnerby這個city裡面 甚至包括Vancouver 都見過可以說是最齊 最奢華 也是最實用的會所 有很多樓盤的會所 可能它有一兩樣 譬如有籃球場 但就沒有泳池 或者只有室內泳池 就沒有室內泳池 或者有很多花園地 但其實大家也不用 甚至同一個發展商 另一個project Concord Metro Town 有很多會所 但它都做不到室內泳池 都是室外的 大家看回實際使用都知道 始終是室內泳池 你的使用率會高很多 維護城管各方面都會低一點 我們重溫一下它是甚麼會所 我們剛才看到它是幾層的 整個Oasis的屋卷有三座樓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跑步勁 有條藍色的內外雙層 就是外面一個大環圈 裡面還有一個大環圈 這個已經是四樓了 這一圈的跑步勁和中間這些 休息的位置 給大家當千秋坐 Golf Area 這些就只有Oasis三座 才可以用到的 外面其他第一期和下一期 是不能上來的 有安全的 這個是四樓 下面這一層 這個是三樓 三樓主要的會所有甚麼呢 一個就是它裡面的室內很大的泳池 還有旁邊有兩個Hot tub 裡面有了Sona Steam 而且它的泳池做了一個設計的 它簡直是有一個玻璃糊 就是有一個玻璃糊 這樣就令到你旁邊游泳 那個人看出來很漂亮 好像度假 你看到周圍都是椰樹 也都反過來 你的屋苑 這些Townhouse 我們之前也有客戶 買了Townhouse 就是喜歡這個度假 感覺 好像去了夏威夷 去了泰國 去了南美洲玩 這樣 也可以看到很漂亮 包括一些比較低層的住宅 因為我剛剛說了 無論是Circle也好 甚至West和East也有些單位 是沒有景色的 看回內圓也叫有些東西看 不是那麼齋 這一層 它是泳池那一邊 外面有些山灘椅 那裡開始是Public可以Access 不是Public Sorry 是其他其數 例如第一座那四座 下一期可以進來用 但向我的這一邊 這個比較大的休憩中心 Townhouse的Axess 也是獨家的Oasis 所以我們並不是所有會所都分享 是有自己的Private Area 好了 這兩層講完之後還沒完 我們下到下面Ground Floor 這些位是Townhouse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會所繼續有 首先這個幾乎是有三層樓底高的籃球場 或者多用途球場 大家可以預約來玩 然後這個繼續是泳池 跟衣室Sona Swim 下面的樓層就是冰燈波 瑜伽 健康房 裡面還有一個保齡球 看到嗎 也很大的 而且這個健康房子 這個健康房子還沒完 這個純粹是踩單車的地方 這裡有樓梯上落 然後這個就是Grand Lobby 這個Grand Lobby 不是居住戶 是給其他不是居住在Oasis上面 即是第一期或下一期的人 這個是一個Amenities Entrance 叫Clock Entrance 所以你們不需要擔心 我買這三座樓 會不會很多人出入我 還是不會 他們走到這裡 旁邊還有一個Squash的球場 可以打Squash 也有健身器材 在這個位置 裡面還有 所以還有一個健康房子 所以你看到 它的匯座很豐富 你想打什麼球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在這裡玩 好了 因為Oasis 它是距離 Brandwood的Town Center 有一段Walking Distance 所以都會有朋友反映 說那糟了 我是不是每次買杯咖啡 我都要走出去 如果我沒有開車的話 下雨下雪怎麼辦 其實都不用擔心 因為未來這個屋卷的規劃 它會在下面這個區域 不太多 大概有幾間商店 當然現在未知道 完全是什麼 但你看到它的計劃 都是一些小貨物店 咖啡店 一間未必一間小餐廳 讓大家坐 起碼不用每次都要走路出去 自己的屋卷都可以搞定 這個就是整個Oasis 或者說幾座樓的規劃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坐下來 和大家看看Circle的Floor Plan 如果你是看的 不要說是扭望扭的 稍為開揚一點的選擇 就專注這隻淡黃色就可以了 一隻兩隻三隻Plan 這三隻Plan的景觀是最舒適的 它們全部都是八百幾九百尺的兩房單位 而且開織都是極度相似的 B1-01就880呎室內 08單位893呎室內面積 另外就是上面這個891呎B404單位 方向的話那個向西邊 這個就向東邊 景觀是類似的 西邊就多些Brandwood City的遠景 東邊的話就向Hodom 是稍為多些樹景 這三個單位 其實它們的價錢 我現在手上有的 基本上都是115萬至119萬 差不多的 而且根據它的樓層分別 例如你買中低層八九樓的 和你買到最高可以買的那層十六樓 每途一個單位的差價都是萬多元 所以大家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已經可以選擇你最喜歡 當然這三個單位 剛剛都說了 開織都很相似 門口進來沒有什麼走廊 已經是一個L-shaped的廚房 然後中間大家可以放餐桌或者Island 然後這邊就是比較闊的客廳 當然看織的時候都要很細心 這兩個雖然像 明顯地闊度就是這個闊 因為有四塊Glass Panel 但這個只有三塊 當然旁邊這兩房 它的露台空間大些 377呎 這邊只有200多呎 然後這邊是廚房客飯廳 門口進來就是衣櫃 洗衣機 SIM closet送給大家 然後進去就是兩間房 主人套房在最裡面 然後第二層對著洗手間 這些都是類似的 當然看織再看 仔細一點就是 這個雖然它窄了 但它的廁所又有Double Sink 如果需要兩個星半的朋友 又可以考慮這隻織 上面那個也是一樣 類似的 門口進來 然後就是比較闊落的客飯廳 三片Glass Panel 這個織的特別之處就是 兩間房是分開的 下面那兩隻都是黏的 如果你說有個小朋友 他經常在旁邊打電話 不想跟他黏那麼近 就可以考慮這隻織 而且這隻織的洗手間 是最棒的 給主人房 因為它兩邊衣櫃 直入是一個五層的 你有兩個星之餘 可以洗澡 也可以浸浴 這個就是這個單位的特點 它的露台也挺大的 去到三百四十幾到四百幾呎 所以中觀而言 各有特色 價錢又差不多 我們可以坐下慢慢聊 到底大家想選哪隻 如果你說我需要大一點的 亦都有選擇的 好像隔離這個單位 九百二十七呎 去兩房再加一個書房給你 亦都不差的 門口進來 有中島 有廚房 客飯廳 這個方向和這些是一樣的 所以客廳看出來是開揚的 但是 兩間房的方向向了北 就有機會看到 不是有機會是一定看到 第一期的建築 這些轉角位的單位 就會是這些問題 一個方向OK 另一個方向就不行了 當然要看大家的需求 如果你需要的是大單位 九百二十幾呎 甚至是三房 一千一百多尺的話 就要考慮一下這些轉角位 他們的價位又是怎樣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是這個 另一個是這邊 另外兩邊轉角位 這兩個職位都是相似的 景觀會比較差 他們的室內面積是九百多尺 兩個都是基本上很相似的 他們的價位 比起剛才那些兩房 多了一個書房 多了幾十呎 其實是差不多價錢的 可能貴多兩三萬 就是Touch八二萬左右 這個職位 因為景觀差一點 其實性價比是最高的 所以它分分鐘便宜 比這些兩房單位 例如這隻B3的03單位 903這樣 其實是一百一十六萬以下 比兩房更便宜 但它有多一個書房 在中間的 就要看大家 是為景觀還是為實用 也有一個在中間的選擇 一千尺不到 兩房加gas 這一個什麼是guest room 就是它這個釘 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 然後另外有一個房 另外一個主人套房 好像這樣的單位的話 價錢就剛剛好 在中間 一百二十四萬 一百二十五萬左右 又是比這些兩房貴五萬元 你已經可以買到第三間small bedroom 所以這個盤 說得好像很亂 但我和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你是求景觀 兩房就夠的 那你就慢慢選 向東向西 基本上就是這三隻 即兩年選 如果你可以有預算 鬆動多一點 加多兩三萬至五萬 其實你已經可以買到 兩房加墊 或者兩房加gas 唯一是景觀差一點 它每一層有一個三房單位 就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會向西北 西北邊 這些房間的方向 會有機會看回第一期的建築 這間房間和客廳會比較好 就是和這個一樣的 是開陽的 也可以考慮 是房間的景觀差一點 室內面積一千一百六十三尺 整個露台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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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室內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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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如果你现在来签约买楼给了10%之后 你是明年的1月份 2025、1月再给另外的5%就可以了 如果你选择这样的payment structure的话 发展商就可以送回10%的优惠案 你给了15%这个很复杂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跟这个program的话 你的优惠是楼价的1.5% 即是你买个110多万、120万的单位 你的回赠大概是167元左右 我再帮你计算 如果大家手头上没有那么多资金 10%是手上的 你也可以选择把它分开到5加5 但是这样的话你就未必可以拿尽1.5% 你的优惠可能会少了几千元 可以大家自己衡量 另外开盘会送来的steam closet 还有这个steam closet本身也值钱的 如果你是单独买的话 你可以不要的 另外就是Premium Bike Locker Upgrade 就是它的locker不是龙 而是一个房子 可以免费你买一个locker的时候 送给你 大概就这几个 还有就是它的color scheme Oasis我们看了很多次 East Tower、West Tower 来来去去都是下面的几个Cremant 和Gradual在这儿满 现在forCircle 大家可以有第三个color 选择的 就是这个叫Zera的颜色 厨房和厕所 是有实物给大家看的 这个可能大家觉得似曾相识 因为我们在跟大家分享Greenhouse的时候 后来有条片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其实Greenhouse 就是Patterson那边的项目 最高的几层Panorama Collection的贵盘 和它下面那几层的单位 才可以选择的color scheme 也是Concor最新设计出来的颜色系列 就比较欧式、復古、典雅的风格 这款color scheme 在Oasis的East和West都是没有选择的 但今次Circle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style 是可以选择的 厕所和厨房都会是这样的配套 你看到它有这些很经典的白色 和一些Glass的玻璃柜 里面也有灯条 金色的handle 然后石的话也是整块白底 有少少金黄浅灰的pattern 原来也有这个七楼演技box 接着雪柜的handle 全部都是金色很实际的 下面每一格柜桶都是 很英俊的 然后也有台面 这个真的很金 而且也会包含这两盏灯 这个大家到时 如果来售楼署的时候 看书仔的时候 他也有介绍给你选择 这些选择 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information 包括它的户型号 那些价钱等等 我都放了上网站 carryquite.com slash circle 那个网页是专门讲Circle的楼盘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整个Oasis 就可以上carryquite.com slash oasis 我们的website也做了一个改版 以往因为我们一直忙于 只是做每一个楼盘 我和我的助理Betty 都没有时间做好 让大家更加容易去用 我们最近都收拾好 home page 慢慢再改善中 做了一张地图 大家更加容易了解 哪个项目在哪里 它的特色是怎样 就可以按相当的link去看这个项目 希望以以上的改动可以帮大家 好 Amazing Firewood Mall那里 就开了海底拌 这个已经等了很久 终于开了 所以我们就一不及待 进来试一下 这间店很大 对很大 它比王庭大很多 相对 看先 哇 很多醬 可以吃大量的葱西 还有粥底 可以做粥底 可以做粥底 对 里面有什么烧味店 很快都可以买 都挺好吃 后面在哪里 还有一个王庭 是喝茶的 这里有海底拌 吃火锅 对 对 有着茶 为什么这里看不到 我看那些树 这么漂亮 这个是蘑菇汤底 这个是猪骨汤 这两个是清的 这个是冬蔭汤 刚刚 tại了一下 有鸭的 冬蔭汤底 不过也辣 不过多油 这个是金汤 这是新的 但是这个太油 好像太油 冬蔭蛋 好 这冬蔭汤很辣 好吃 尝试冬蔭 味道真的不一樣 好吃 爽脆 有牛牛 吃牛 吃菇菇 這個猪果很棒 我們現在開始吃鍋底 你不要說上菜快 豆撈真的上得快 好像慢慢上菜 不是 這個上菜慢 弄到現在 開始煞鍋底的東西吃 笑什麼 青 我還有一個貴妃磅 她已經不斷吹吹吹 很脆 我可不可以再按瘋狂脆 吃泡菜 我們剛剛說兩位蕎麥麵 一個放到蘑菇 一個放到冬蔭 一個放到冬蔭 那天果然吃得多大 很棒 嘗嘗蘑菇味 沒有 沒有了 我已經抹了 不吃了 等我的菜來 吃飽了 就對了 不能吃那麼多 冬蔭公的湯底比較好 又不是很辣 又不是很油 又不是很油 然後味道剛剛好 很油的香茅味 是不是 終於來了 但已經刮包地了 什麼 刮包地了 OK 剛剛好吃光 我想點到麵 麵很棒 你吃不完 你先吃一點 好 現在基本上我全都想去冬蔭公 遲了上菜 送了一盒饅頭給我們 多好 好過沒有 有好過沒有 吃了脆肉環 看是不是脆 脆的脆的 現在是幾點 四點鐘 這個是下午茶大火鍋 吃不完 太飽了 剛剛 是不是蝦人 這個又不知道是環保袋 還是什麼 你懂的 環保袋 是環保袋 要不要 我們四個湯底 加上二十六元 我們點了脆肉環 魚仔 健 鋼 菜 麵 饅頭 金鑽 金鑽送給我們的 總之賣單到111元 正價132元 給了我們一個折扣 它是唯一一間我們這麼多次漏外賣盒的餐廳 追出來給我們這個 這個服務態度真的很好 然後給我們一個袋 然後很貼心 剛才我跟他說不要他送的東西 他真的不是給我們 我以為他給了那個袋 他給了另一個